嗨,我是阿仙 台灣知名YouTuber 九面最近被爆出持有不好的東西 且家中藏有吸食器而被警方調查 雖然九面後續被無包請揮但因形象重挫 接下來可能會影響到他公司的運營 還有許多工商的機會 論壇上也已經有人發文爆料 7-11已經把跟九面聯名的商品下架回收 後續估計還要面臨不小的賠償 雖然九面真正把YouTube當職業是在2015年左右的時候 但也許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早在十幾年前2010年的時候 九面就有在YouTube上傳影片 而剛開始他其實是做星海爭霸的解說 之後還在電視上當過賽評 還曾經離開過媒體事業去科技公司當PM 而在最後他才離開科技公司 當期了直播主開啟了他的網紅生涯 再到現在他已經是個擁有258萬訂閱的知名YouTuber了 而我跟九面其實也有一段不小的淵源 九面在十幾年前曾經對我做過一件 非常過分的事 九面本名翁爵 名於1988年在台南出生 今年35歲 據九面表示他從小就是個蠻會念書的小孩 原本打算從私立國中只升高中的他 卻在畢業典禮跟人打架才因對方家長不讓他跟小孩念同一所高中 所以被迫考上並進入難易中就讀 考大學時原本想念資工的他 卻沒有如願的考上台大資工 又因教大資工分數較低 所以填了個分數較高的教大電子 不過這也導致他大學念的十分痛苦 就這樣他念到了大五 原本以為已經多念了一年總該順利畢業的Joeman 這時卻碰到了新海爭霸2這款遊戲的上市 他也因為興趣的關係 所以開始做了許多解說的影片 並上傳到Youtube 受到了不少觀眾的喜愛 後來暴雪在台灣辦了賽評票選的活動 他更是獲得了冠軍 而冠軍的獎勵就是可以跟未來娛樂台簽約 Joeman也就正式成為職業賽評 開始在電視上轉播比賽 不過他也因為這樣念到了大六 現行代書更是曾經午休 據Joeman表示他自己一直都很想要出名 很想要讓大家看到 而能夠在電視上當賽評 這對他來講更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機會 不過這次Joeman卻遇到了一個 所有公眾人物都會面臨到的問題 那就是他開始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 像是認為他當賽評口條不夠好 不夠專業等等 而當時年輕氣生的Joeman 竟然就因為這樣而賭氣 毅然決然的離開了賽評的工作 跑去維新科技當了PM 原本他以為他說要離開 其他人會開始想念他 但他發現只要一離開這個位置 馬上就會有人取代你 根本不會有人記得你 這也讓他學到一個重要的教訓 就是得到舞台後 絕對不要輕易的放手 接著畢業後Joeman到了維新科技當起了PM 他在維新不但遇到了很好的老闆 左帶的部門也是非常賺錢的部門 公司也給他非常大的發揮空間 道理來說只要一直待在維新 Joeman可以說有好長一段時間可以衣食無憂 但是隨著英雄聯盟越來越火 帶起了電競的發展 Joeman看到一堆後期之秀的賽評 都能夠得到如此大的舞台 再加上許多遊戲實況主也越來越轟 也讓他心裡越來越不平衡 最終他終於受不了了 毅然決然的從維新離職 跑去當遊戲實況主 憑著前職業賽評的光環 參加大型的實況活動 玩著當紅的如實戰績 Joeman原本以為他的直播處女秀 一定會有不少人觀看 但是事情卻跟他想的完全不同 Joeman當天的直播 最多竟然只有20個人看 這也讓他大受打擊 讓他領悟到原來失去舞台後 想要回來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剛開始沒辦法光靠當實況主虎口 Joeman也開始借了許多主持的工作 而一次Joeman受邀 參加一個手遊的實況 擔任來賓 跟他同樣擔任來賓的 還有當時非常紅的實況主老皮 據Joeman表示 原來老皮在很久以前 Joeman還在YouTube上轉播星海時 老皮就是他的粉絲 甚至使Joeman影片的開頭動畫 還是老皮幫忙做的 但沒想到時過境遷 在這場實況中 老皮已經坐在正中央的位置 而Joeman只能坐在角落 而身為當紅來賓的老皮 在現場不但沒有什麼身段 還不斷賣醜裝傻娛樂大家 更讓Joeman領悟到當網紅 需要放下不必要的身段及包袱 要想辦法吸引觀眾的眼球 這也很直接的影響Joeman日後的風格 讓Joeman很願意賣醜賣笑 也不在乎觀眾批評他很世俗或愛炫富 因為他相信先要讓大家認識他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能先讓觀眾認識他 他相信總有一天觀眾會慢慢喜歡他 不過這也可能是某些網友會覺得Joeman很厚臉皮的原因之一吧 在2015年左右 Joeman的遊戲實況平均已經有差不多四五百人在觀看 他也有持續的兼責在做Youtube 嘗試過許多種主題 但後來他發現他做Youtube的成效已經開始比當實況主更好了 他也就這樣慢慢的把事業中心轉到Youtube上面 Joeman早期做了許多遊戲的劇情影片 而之後他做的開箱影片更是讓他找到了流量密碼 不管是開箱科技產品 像是筆電 手機 攝影機 或是開箱一些奇怪的小玩具 像是指尖 陀螺 紓壓 骰子等等 甚至是一些美食 像是飛機餐 一些奇特的食物 這些都讓他收穫了不少的觀看 也奠點了他頻道的基礎 而他也開始在Youtube上做了許多節目 像是訪談節目九面九件事 以及就是要對決第一季 還有脫口秀節目九面秀 以及他最初迷現在已經超過一百多集的就是要對決第二季 還有雖然只有幾集 但我個人很喜歡的紀錄片系列第九人稱 其他一些企劃 像是就是要看方 以及網紅觀察室 也都會不定時更新 雖然九面的節目做的非常成功 但是在訪談節目九面九件事 訪問知名實況主丁特 關於丁特讓粉絲墮胎的事件 也是九面的第一起大炎上事件 在訪問中 丁特提出證據 表示兩年前有女粉絲指控他 讓他墮胎的事情是捏造的 他本人完全是被人設局的 不過因為輿論壓力的關係 才先選擇承認並公開道歉 雖然丁特在節目上講得心事淡淡 但事後卻又被女方拿出證據貼文打臉 這也讓許多網友認為想要趁節目替丁特洗白的 九面也跟著被大量的輿論抨擊 隨後九面也在臉書上發文道歉 表示節目上丁特提供的證據都是真的 自己都有查證過 不過也承認自己的確有私心想要藉著話題 讓節目被更多人看到 而造成當事人的二度傷害 他感到十分抱歉 最後並表示影片會關閉盈利 並把當局所有的盈利捐出 這件事才慢慢落幕 2023年3月九面和統一超商推出 就是聯名現實系列 九面也在自己的頻道拍片宣傳 但聯名商品上市後卻陸續被爆出 像是明明三明治用料一樣 卻硬生生比別款商品還要貴 草莓大幅裡面有草莓 以及宣稱有整整4顆蛋的8倍歐姆蛋 偷工減料裡面根本沒有4顆蛋等等 眼影網友常常目擊 只要有九面聯名的商品幾乎都會自銷 九面也在這段時間被封為乞丐超人 六五則救星 隨著批評的聲浪越來越大 也讓九面在第一時間趕緊跳出來回應 並表示已經針對商品內容 跟7-11協調 並承諾會做出改進 還有也是今年3月 就在九面拍完聯名商品解釋的沒幾天 連衣服都沒換的九面就拍片 宣布要推出關於房地產的線上課程 但因為前一陣子 九面自己才偷酸別的網紅賣線上課程 結果過沒多久自己就馬上開課 也被人批評根本就是雙標 為了賺點慈想難看 然後就是最近九面惹上了大麻煩 且道歉影片還開盈利 甚至還因多位大咖網紅在社群上 替九面公開打氣 並被九面轉發 也讓許多人也都跟著被炎上 其中像是以講解歷史文明的百萬youtuberchip 更是因為公開停九面而被批評雙標 連帶他疑似抄襲的事件都被網友相機挖出 而去年2022年九面工作室開出薪資4萬以上真人師 也有人在低咖上面質疑九面的薪資及福利過低 並質疑工時很可能會超標 此篇文章也吸引九面回覆表示 目前四位正職員工薪水都是破百或接近百萬 且一周平均工作大多不超過40小時 且開始情人後也沒有人離職 並強調自己雖然資人薪資不算頂尖 但也絕對超過同行的水準 親自出面發文解釋大家的疑慮 既然員工的福利都這麼好 那九面本人賺了多少錢呢? 2017年29歲的九面就靠著股票操作 存到了第一個1000萬 而在31歲時他也表示他已經存到了 原本預定要退休的金額5000萬台幣 每個月的月售也有超過兩三百萬 不過因為他對拍片還有熱誠 所以不會那麼快退休 他也表示希望未來有天 他可以宣布從此不再接工商 只是單純的拍片跟創作 莫妄初衷這句話是很多網紅 常常會被拿來攻擊的點 許多網紅走紅後 就有很多網友會翻出這些網紅以前的紀錄 表示這些網紅走紅之後 整個人都變得完全忘記自己拍片的初衷等等 不過像九面就多次表示自己當youtuber的初衷 就是想要變紅跟賺大錢 他也一直都沒有忘記他的初衷 而九面的另一個夢想就是出版自己的小說 喜歡寫小說的他在大學時就曾經寫下一本小說 《紅野狼》 並跟他朋友拍成了微電影 這也是他未來的目標之一 其實我從很早就知道九面 因為那時剛好也有在玩星海爭霸2 所以其實我從九面最早在YouTube上轉播星海時 我就是他忠實的觀眾 那時他給我的感覺跟現在很不一樣 是一個非常謙遜且非常溫和的人 所以後來看到他變得如此愛炫富跟愛憲 說實話我也有一段時間曾經非常不喜歡他 但是在後期又看了他的一些影片後 至少我覺得九面是一個非常標理如一的人 像他常常主動承認自己非常愛憲 以及他常常用自嘲的方式面對酸民的回覆 甚至是遇到公關災難時的回應跟道歉 身為一個觀眾 都讓我覺得至少九面他是誠懇並且坦蕩蕩的 至於最近九面惹上麻煩的事情 我就不像YT猴子一樣拉回來講一堆幹話跟打道理 給大家自己判斷了 喔對了至於九面跟我的淵源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面之前 曾經在PTT的新台版當過版主 那時我只不過小小的嘴了一名版友 他就把我水桶一周 那也是我第一次在PTT被水桶 還有我真正一個禮拜不能發文跟推文 也讓我留下了不小的陰影 我是阿仙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拜拜